我们知道我们的皮肤分为表皮真皮,皮相组织 那么我们的HPV病毒它侵犯的是临床细胞 而临床细胞主要分布于我们皮肤里面的表皮层 那么表皮层又分为五层 从上而下依次为角质层,透明层,颗粒层,剂层,基底层 HPV病毒侵犯的是继承和继承细胞 那么导致这块细胞提前成熟 而形成我们肉眼所观的机关状、菜花状、乳头状等 那么一个增生物 那么这就是一个监督性的形成 它的HPV病毒侵犯的就是我们的表皮 那么如果我们在做治疗的时候 只是针对表皮做治疗 不管是采用药物还是物理等方法的治疗 那么治疗了之后绝部是不会流向罢痕 那么如果说我们的治疗做生意性 损伤到了下面的真皮层 那么治疗之后绝部就会流向罢痕 那么这就是我们的引起尖锐石油的HPV病毒存在于那一层 专家提示 尖锐石油是一种皮肤病变 它是由人乳头流病毒 也就是HPV病毒感染引起的 HPV病毒侵犯的 是人体四处或钢周等部位 以鳞状上皮的极层 基底层细胞为宿主 病毒就存在于这个位置 MING PAO CANADA MING PAO CANADA MING PA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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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